接下來我們來看看今天有哪些娛樂新聞呢 首先是日本天后布姐 兵棋部來台三天兩夜 她選定林口片場要拍攝新歌MV 今天下午抵達松山機場的兵棋部 吸引了200多位歌迷到場接機 此中的粉絲來接機也不斷的高喊 兵棋部這樣的名字 吸引她停下腳步幫歌迷簽名 連續簽了好幾位粉絲 不過因為日方人員後來擋到了媒體盡頭 也讓大家為了要搶拍兵棋部蜂擁而上 造成現場推擠一陣混亂 這一回兵棋部來台只停留49個小時 沒有其他的公開行程 預計在20號下午達4點50分的飛機離台